哈喽,大家好! 我昨天买到一个非常挺不错的性价比很高的东西 就是你知道女人都会很爱一些很漂亮很香 就是感觉很有女人味的东西 我觉得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会慢慢的喜欢上这些小东西 我昨天经过冬冲的时候碰到一家店 就买了一千多块钱的洗发水跟香薰 香薰,看一下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们来香港的话,可以进去这家店挂一下 这个品牌,我不是给他们打广告的 我也是第一次买他们家的东西 然后他们家的东西呢,我一进去 哇,好香哦,感觉整个人都在做SPA一样 我就问了一下店员 这是不是泰国或者菲律宾的牌子 因为泰国和菲律宾呢,他们很重视很浓香的东西 香水也是很浓香 那我们这边呢,就主张一些淡香,自然的香味 这个牌子的东西呢,可能会比较浓一些 当然,这么浓的东西呢,它肯定是有香精的 你要它100%天然的话 它可能是达不到这个浓度的 就是这个香味 我昨天买了一瓶香薰,哇,觉得好喜欢哦 你看它黄色的 它是渐变的黄色 其实它外面是一个玻璃瓶子 有写,这个是芒果味 真的是超级的香 它闻起来真的是一个熟透的芒果的味道 就是很夏天的感觉 然后我就买了这个 这个你们在浴室或者在客厅里面点 都感觉好像有点郁郁风情,你知道吧 这么大一瓶,100多块钱 你知道其他品牌哦,像竹马龙啊,像其他牌子 一些比较高端的牌子 这么大的蜡烛都要1000多块钱 1000多,然后呢,我还买了一个小装 因为我自己用不了那么多,以后要送人了 我自己可能在家里面点这个 因为香港的地方比较小 我就点这个小,其实也不算小 也是芒果味,那它有什么不同呢 你们可以看一下 三个灯芯跟一个灯芯 一个灯芯在燃烧,在融化这个蜡 那肯定是它的出味就没有那么快 或者那么猛 所以呢,三个灯芯一点 整个屋子都会闻得到 这个呢,在房间点就比较可以 这种一个灯芯的 然后这个就买了98块钱 我觉得物超数值 因为蜡烛呢,它是这样子的 它是使用生命超长 点完以后它可能融化了 融化以后呢,又硬掉 所以你可以再次去扬烧它 所以它可以慢慢去使用 你可以在家里面还买一个那种香薰座 一个像木框一样把它摆起来 哇,这很漂亮 然后我买了这个 哇,这个味道很好 我是很喜欢淡香的 但是淡香你烹香水可以 再加点这种的话 这个是白橘子味 橘子花 橘子花瓣 有一首歌是什么 橘子花开 然后这个呢,它是跟橘子花瓣 还有一个叫玫瑰花瓣 还有一个是苹果 融合在一起 所以它的味道呢 是那种 哇,很高级 感觉在做SPA 就是这一种 哇,很好闻 就感觉 闻到全身都很放松 每个细胞都好像在修 在跳舞一样 这个味道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个呢 小女生肯定会很喜欢 它是那种玫瑰花 加上草莓 草莓的味道 就甜甜的 哇,很可爱的女生 就是用这种 我觉得能想象到那种感觉 然后还买了一个洗手液 这个是水果贵的 就是那些 桑梅啊,枣啊,西梅啊 就是那种梅的洗手液 这个就是普通在厕所里面洗洗手的时候用 然后这个才30块钱 一个泡沫型的洗手液的话 它可以用很久 我觉得东西还挺不错的 如果你们来香港的话 尖沙嘴那边我不知道有没有电 如果冬冲的话 它是有一个电的 好像在二楼 你们可以去那边挂一下 我觉得这个产品还是性价比蛮高 香港有好几个品牌 还有一个品牌呢 它是专门买那种肥皂 五颜六色的肥皂 你们也可以去看一下 那肥皂呢 它是一个球或者一个星星 或者一个月亮 丢在你的浴缸里面呢 它的那个泡沫呢 有蓝色粉红色 就像一个独角兽在洗澡一样 就是很梦画的那种 那个品牌 东西呢 可能就贵 贵个两三倍吧 三倍左右吧 然后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很便宜 我就给你们推荐一下 好啦 这次分享就分享到这里啦 谢谢你们的收看 拜拜